蘇丹宏再擴大為在桃園市 金河衛食品香料有限公司 使用保新公司 違規批號青辣椒粉原料製成產品 桃園市衛生局稽查釐清 發現該公司新增薄皮辣味炸雞粉 香雞排靜字粉 需下架回收產品累積到15項 需下架回收業者49家 已經通知辭區石縣市衛生局 追查留項 桃園市衛生局表示 金河衛所生產的炸雞粉 有銷售到桃園市16家食品業者 隨即通知下架 金茶在架上未出貨 還有334.2公斤 預計3月11號回收完成 對此金河衛食品也發出公告 強調公司在製作商品時 對原料供應商都嚴格把關 進貨來源都有符合法規標準的 衛生檢驗報告文件 一切程序按照食品衛生相關法令的要求 另外南投衛生局也接獲通報 高雄金站公司撿出蘇丹宏的辣椒粉 有八千九百八十八公斤流入金服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南投廠緊急前往飢查 不過廠內只剩下十三點二十二公斤 其餘含有蘇丹宏的辣椒粉都已經被製作成沙茶匠等五十五款產品 而且全數出貨流向全臺一百三十九家廠商遍布全臺各地 目前南投衛生局已經通知下游廠商下架並回收